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韩国搜紧引擎上面,釜山西面排名第一的网红咖啡厅 让我们进去探一下店吧 网红咖啡厅的一大特点就是能摆脱原有咖啡厅臣府的装修结构 将现代人们追求的简约和古典的高级装修风格相结合 色彩搭配方面也是会在简单的白色的基础上搭配其他艳丽的颜色 以达到吸引人的视觉冲击效果 灯光的采用上面也是十分的烤灸,主要以暖色调为主 给人营造一种温馨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们钟爱咖啡厅的原因了 另外韩国咖啡厅的糕点和饮品的设计方面 有极佳的口感的同时制作的也是十分的精致 满足了现代年轻人拍照打卡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自己在宣传方面的投入 让顾客们自主在自己的SNS上进行宣传 增加了咖啡厅的竞争力 来釜山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就是釜山的猪肉汤饭 筋道的肉,浓郁的汤,热爱美食的朋友们绝对不能错过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是釜山的著名景点 甘川文化村 甘川文化村原来是由那里组成一个村落 后经艺术家们的精心设计 幻发光彩 甘川文化村里面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根据自己的生肖来抽运势弹的地方 一次一千韩元 在运势弹的旁边便是一个宽阔的观景台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甘川的美丽夜景 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 再向前走去就是甘川文化村中小王子和沙漠狐狸的所在地 相信童话过去中的那句 我会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 在某一颗星星上微笑着 每当夜晚你仰望星空的时候 就会像是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微笑一般 这句话深深的捞印在很多人的心中 星光点点 疲惫的心将会被治愈 接下来介绍的是一座山府道路村 同时也是前几年韩国大火的电视剧《三流之路》的拍摄地 这里还留下了当年拍摄的道具和场景 是不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当年的电视中的主人公们 以虎川村的夜景背景 一边吃着辣炒年糕 一边喝着啤酒 感叹的人士纷纷 鱼丛石这里也是摄影师们 钟爱的夜景拍摄地之一 经过专业相机拍摄之后收入等待 长曝出来的照片 星芒闪闪 充斥在整个画面上 非常的质人 同时 这里也是 情侣约会的最佳场所 微风吹过 欣赏的夜景 引一言文语 有些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和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